宇宙 罵柯文哲说 他是三中逐顺 嘴尖皮厚腹中空 另外一个讲说 他又像墙上的卢尾 头重脚轻耕底浅 这罢人骂太狠了吧 今天我相信了 不是柯文哲一个人是三中逐顺 嘴尖皮厚腹中空 整个党都是 其实陈自然居然讲 他说要倒戈 我从1997年就跑修宪 那个修宪就很清楚 但修宪之后 等于说你有了所谓的倒戈权 再加上检设国会 没人敢用 你八席 你真的连最基本的县政 ABC都搞不懂 保佳哥横批 这个对不对 墙上乳尾三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 横批八加九 就是民众党嘛 搞什么东西 我跟各位报告 你知道倒戈有多困难吗 倒戈第一步 你要有三分之一的立委联署 三分之一就是差不多38席 现在民众党有几席 8席 刚好这个尾数 尾数 然后再来有二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投票 但保佳哥你知道 真正不可能成案的关键在哪里吗 你一旦提出所谓的不信任案 而相对于你的行政 可以要求你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 对嘛 所以难道你陈志然要嘛 我跟你讲各位 做事情 做怪事有几个道理 要嘛就是笨 就是你根本从而到 搞不清楚这是在干嘛 要嘛就是坏 但陈志然这个是笨吗 不是哦 笨代表说你有目的 但是你手段有问题哦 陈志然这个我看不出来 他目的是什么啊 百思不得其解 难不得在嫌他不分区 习次太后面了 想要重新改选 把自己往前调 习次 说珊珊姐我要排第四 跟你排在后面 不可能嘛 那么坏 坏代表你手段有问题 代表这个不是笨也不是坏 这个叫疯狂 疯狂 因为看不出目的 而且手段也是乱七八糟 根本不合昌理嘛 你今天民众党不要跟我讲倒阁案 不是 我觉得我最不懂的是 你都 人家讲的你屁股还没坐着就要换位置 那你至少要坐一下吧 结果我看到黄国桑跟黄三三 屁股在那边坐 两个我要去选双北 那现在跟双北 你都还没进立法院 你就看到下一步了 这个更不要 你都还没有进立法院 你就跟我讲你要倒阁了 对而且他还不是立法委员 他也不是党团总统 他只是一个党的 不知道发言人还是高层 好不好 我们讲高层 嘴尖皮后副中空 对就是一个竹笋 8加9竹笋 因为这种人在于说 你倒阁你要有意涵嘛 就是你说你好 你倒阁今天说 是因为你要调整席次 还是说觉得再度选举有意义 还是说过去其实有发生过倒阁案件 曾经差点almost 不是 陈水扁八年都是朝小野大 朝小野大当时国民党要倒阁 随时可以倒阁 可是我非常清楚 八年我就在跑总统府 陈水扁你传的蛋 陈水扁就是希望 你赶快跟我倒阁 你赶快跟我倒阁 因为你只好一倒阁 我就写赞国会 你只要倒阁解战国会 而且那个要非常选择非常前参数 那个时候民进党就有可能增加 他立法院的席次 你嘴巴讲 人家重新选举 你在各地方的每个都要选举 你这个先取要花多少钱 甚至你的不分区要重新再来 谁会陪你玩这个啊 而且重点在于说 刚才宝洁你一直讲的是多数党 你一直在讲的前提是国民党嘛 那问题是他们只有八席 他们是少数党 少数党在提改倒阁的 连启动都没办法启动 他把国民党 你以为国民党会站在你旁边吗 不会 他这个假定前提是 他现在又把国民党当成他小弟了 当成他战友了 你以为了你还是老师 在出这四大考题吗 这不合常理嘛 过去国民党2017年的时候 曾经有想要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他是有背景因素的啊 因为当时是林权政府嘛 然后大幅度的跳电嘛 然后国内的这个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嘛 所以国民党那时候才假定说 我们要提倒阁案 而那时候他还要连同亲民党 各位我再讲一次 连国民党自己息事都不够 还要连同亲民党说 看拜托拜托 因为要三分之一提案 二分之一的同意 对所以那个时候 林习耀才赶快跑去跟亲民党安打 说不要啦 你不要对国民党在那儿乱嘛 但有没有产生作用 有 但如今现在大家回顾说 你现在不是在讲倒阁案的问题 保留一般提案要几个委员 一般提案 法律案要15个委员 你明知道一般提案都凑不出来 法律案都凑不出来 我再给你退额求集市好不好 这种立愿巡视的那种提案 也要10个 你也凑不出来嘛 那你倒阁案是这种重大案件 那你这个时间提出这个东西 而且我跟我讲 这现在民众党的大问题是什么 包括陈志然去讲这种不着边际的 你们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黄珊彩也跳出来啊 黄珊彩你知道说什么吗 说这个 往后对于我们这种党内批判的 每个假新闻 我们都要提告 开始攻击了 对外攻击了 保留一看我看懂了 我们昨天一直在讲说柯文哲陷入愤怒期 现在搞错了 他们是集体都陷入愤怒期 集体陷入愤怒期 因为当这个整个团体集团 遭遇到来自外在的重大压力 跟重大挫败 这个重大挫败 就是说国会上他们确定 蓝绿不离我们 现在陷入这个僵局 而他们的党主席也陷入愤怒期 也就是我总统大选大败之后 我还在民调啊 我还在方法啊 然后我还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改变啊 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得要做什么事情 赶快对外找出口 而对外找出口就是像这样子嘛 一下怪说都是媒体的错 一下怪说我跟你讲 你民进党我要跟你倒阁 但事实上这些东西 保险哥 我们不用把它当务实层次来看 因为就现实来讲 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是在浪费我们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了吧 但如果从心理治疗的阶段的话 我能够理解 我也能够认同 我发自内心表达我的这个 我们讲 送上祝福之意 董事长 你昨天 用这个当时明朝的大学问家 谢静讲的这个 墙上如顺 头重脚轻 根底浅 山中竹顺 嘴尖皮厚 副中空来形容 本来是科研者 是整个民众的 我谢谢讲 你昨天用的太可了吧 我今天 完全同意你了 我跟大家各位观众 介绍一些谢静此人 他是明朝的三大书名的学者 他33岁的时候 他是编撰永乐大典 他是永乐大典的编撰者 33岁 这学问岂好无比 没有永乐大典 就没有后来的所谓的康熙的 智库全书 这些的后来的新的一些的 中国的学术的发达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人 他看到这些家伙 就是他的感觉上 就是他很有名 他就写诗词歌赋 对联非常好 那这个对联被发扬光大 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谁最崇拜 柯文哲最崇拜 毛泽东你知道吗 那这个毛泽东在骂他的党内的同志 就是不学习 那今天看到就是草包 就是草包 草包 你巴西立委 公开在电视面前讲倒戈 你到底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定义 他搞清楚 不是 我觉得他口气很大 第一个立法院副院长 我们谁决定 我民众党决定的 第二个你隔回谁决定的 你也要听听我民众党的看法 现在就是这个 当时毛泽东骂这些人的一句话 就是你们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是老大 就这些你看像不像 嘴尖皮后副中空 就在那里想竹笋 就是你草包 就是你胸中五点磨 嘴巴很贱 脸皮很空 但肚子是空的 空的就是草包 草包的表达的 就是每一个人身上 尤其允为表帅的是谁 是柯P先开始 那这批蠢才 就不断地把自己的 最愚蠢的地方 像一个鸵鸟一样的 表现给大家看 就非常不懂议 不懂政治 然后不懂文学 然后也完全连自己的宪法也完全不了解 就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出丑 他们完全呈现什么你知道 贪婪跟愚蠢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要小看这批人 这批人他们的支持者 他们身具两种身份 又当骗子又当傻子 而且力量力气其大 面积其广 敢大包天啊 他丝毫不以为意哦 你嘲笑他他无所谓 他不在乎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不是讲给你听的 他不是讲给你听的 他这些外国话不是讲的 他讲给那些小草嘛 小草 你知道吗 他现在讲给高 他现在入党的名册 你知道什么吗 他现在从十八岁 十六岁 就可以入党了 他在算什么 你知道吗 算四年后的手头族啊 你知道多少人吗 多少人 八十万人 所以克彼才发 他讲给这八十万人的高中生听的嘛 神工护体 刀枪不弱 对啊 这个八十万手头族 现在崇拜小姐姐啊 小姐姐真有学问啊 你看看 院长我们决定的啊 所以他不是讲给你听的 他讲给那个高中的手头主 他四年后 八年后 或未来的有一天 院长是他的决定 不是现在 是 那个完全不同的频道 不同的对象 他是讲给高中生听的 不是 我看了整队以后 我真的开始佩服民众党了 虽然人小 个子虽小志气大 虽然只有八席 他们真的觉得 他们可以决定立法院的院长 副院长 现在他们连他们格魁是谁 都要看他们脸色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 因为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嘛 无知所以无畏 所以他们真的觉得说 自己这个八席 真的很了不起嘛 然后呢 现在呢 他说他八席要决定 开了考题之后 你们两个党都不打 对不对 我有建设等书去嘛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都不回答我 我能把桌子翻掉 我们来冰斗 结果没有发现说 自己连冰斗的资格都没有 你连冰斗的席次都不够嘛 但是他们我觉得就是 他不断的就会觉得 还要去打走脸 冲爆指说 我还是很有影响力 我还是可以决定 决定很多事情 但实际状况就是不是这样 好 这另外就是 黄国璋刚刚讲 我觉得他意气风发 好像是什么 立法院是最强的一个人 横行的 没有人是可以入他眼皮底下 可是我看到今天 有人去做他以前 当立委的一个统计 一些的资料 他 立法委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法案 他有通过法案吗 因为这是乡民去整理的说 他个人提案仅八件 然后通过零件 我讲 我刚查一下不止 因为他们当初用党团提案 所以他是用党团提案 所以有时候高禄宜用在前面 有时候是洪池用在前面 所以他提案数不止 我看到了一百多案 但是他排第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可以想到黄国昌 通过的案子一定非常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讲过 可是对于立法委员来讲 最重要的不是要通过法案吗 因为你只有通过法案 你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啊 因为我上次有讲过 立法委员要推案子 其实非常难 你看黄国昌的个性 你看就知道 提案完就事后不理 一定是这样 提案完之后我就结束了 问题是你真的要过案子是什么 一个一个召委去拜托 不同同委员会的委员 一个一个去说服 为什么我的案子比别人的案子好 为什么该用我的案子 不同的意见要去折冲 然后还要去争取委员排案 要去争取院长 你程序员会把我的案子排进去 明天到晚找人家吵架 你的案子怎么会过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他过案的率是非常一定非常非常低 所以就立法委员除了去争取美光灯 除了说这个太离谱之外 其实你要花很多的苦功夫 你要求爷爷告奶奶 你要等于说是忍气吞声 然后呢等于说忍辱负重 才能够让你追求的法案通过吗 就是你那个是非常非常繁琐的问题 你要很低调 你为了法案通过 你要做很多努力 但是我真的要讲 黄国昌现在不要一直让我讲国会改革 我就跟你讲说他以前提过什么 他以前在时代立案的时候提过两岸关系条例 告诉说你跟大陆有关系人 你要回来申报为在地协力者 你要跟有关计划申报为在地协力者 在地协力者 我只要去过中国大陆回来就是在地协力者 如果你接他们的case或干嘛的话 你要回来申计在地协力者 这非常非常深律的概念 他们提过什么 提过反境外敌对势力必吞射头发 提过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合递 地阶协议处理条例朝案 我先问你黄国昌 你今天重新来做立委 你是要把之前魏晋之功全部捡回来 你现在你现在 有没有准备要重提吗 民众党有没有准备要重提这个 我再讲一个还有一个 那时候为了韩国瑜去选举 他们提了什么 就是说你去登记不同的候选人 你马上资格就要被取消 立刻要去职 民众党现在还是这个立场 黄国昌是不是还是这个立场 你们将来要去选新北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立委要自动辞掉 大家先把原本的旧上算清楚 以前的东西通通都没发生过 现在在开一大堆新的支票 那过去的那些东西算什么 旧支票算不算 要不要履谢 对啊 理论上来讲 那个是你上线立委的魏晋之功 应该是你要这些建议 要继续去努力的啊 但是你到现在为止 完全都不吭声 现在在讲国会改革 在讲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 所以 叶特 该讲得着 现在为什么今天 柯建民完全不甩这些 所谓的八个民众力量 你早就被柯建民看破手脚了吗 对 没有错 因为民众党虽然说是巴西 但是事实上是各自为政 我讲坦白的 柯建民已经给你看破卡丘了 然后还有里面有很严重的 双黄之间的这个夺权斗争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黄国昌 他一开始就讲说 我只当两年 然后呢 他要去选嘛 大家都知道他责任区 责任区在新北的板桥 富级他也在板桥嘛 也在系纸嘛 也在新北的系纸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选的 就是新北市长嘛 那你都讲这样了 以后呢 我问你嘛 那其他的人 像黄珊珊要选台北市嘛 其他人包括张其楷 要选嘉义啊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大家偏偏都变大了 两年而已嘛 我说责任区就两年嘛 两年而已 我为什么要听你黄国昌 任你摆布呢 悄悄的大家变大了 我说责任区的啦 尤其是 请问一下 林国成会听黄国昌的吗 不会吧 林国成是 从基层在地方拌暖起来的人 但是属于地方社会型人士 他怎么会甩黄国昌嘛 我想真的嘛 你黄国昌 多久就到哪里去了 我林国成还在 我连女儿现在都成了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 对 所以你世上这一员 我觉得张其楷也不会啊 我认识张其楷几十年了 张其楷当了几十年的 这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啊 他现在回嘉义去选嘛 他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嘛 我讲坦白的嘛 你黄国昌去跟人家摆布了 你跟张其楷摆摆布 张其楷朗朗好啦 对 但是还是一样 不是张其楷是一个非常明显 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外援内方的人啊 没有错啊 因为张其楷现在也不好选 他这次去选啊 回嘉义选 因为我是嘉义人 我知道嘛 下一次的嘉义县长 就是蔡义宇来代表民进党嘛 国民党这次连 要跟蔡义宇推一个候选人 都推不出来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嘛 当然问题是这些人 大家都头脚真荣 那么我觉得这个 今天呢 这个柯总召 柯建民啊 那么立法院里面呢 那个相关的议事规则 民进党他最懂嘛 所以他也了解了 你们这些人在用小孩子玩大车嘛 所以为什么当这个的话 民众党的陈志涵 那个战狼小姐姐 去讲一大堆唱堂唱才 唱一大堆一声 我就不好意思说啦 我是柯总召说 真正用辟的 来放马过来 看你们这本事嘛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 你花得大小小的对吧 这好平衡坊 他什么都一事无成嘛 我告诉你哦 如果这巴西也能够妥善运用的话 落到一个非常厉害的 总召的手上的话 这巴西坚不可破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民众党 他们这个唱双簧 这两个人的操作方法 最后被各个击破 巴西最后的真正的战斗力 其实等于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